截至7月9日,A国破禁股的131只,陆志强本大牢增持自家公司,山东金泰被纯阳资管连续举牌,7月9日,在经历了上两周的连续大跌后,上升指数周一回暖,收盘到2815.11点,上升2.47%,不过这距离前期高点上远,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7月8日收盘,A国破禁股已经达到231只,未包括市金率小于0的股票,已超过了熔断底部2638.30的53只,在这轮市场调整中,前期举牌上市公司的野蛮人,有的已深陷泥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7年7月份以来的举牌案例中,扶营案例也聊无几,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当前股价,正在举牌成本下以下,个别公司股价甚至已经低至举牌价的五折以下,有人新业改靠,有人卸甲归前,前期举牌的野蛮人不会顺惨的情况下, 据同化顺统计,6月以来数百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股东,董建高已增持了自家公司,有的股东增持比例,已经出起5%,也有的资本在趁机取牌上市公司,231只股破禁,金融地产等称破禁主力,综合来看,今年破禁行业主要集中在金融地产和中上游行业, 破禁公司数量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公用事业,房地产,交通运输,银行和机械设备,其破禁公司数量分别为24,12,16,16,12只,合计达90只,占比为44%,金融地产破禁数量为46只,占比为23%,金融地产和中上游行业是破禁的主力, 天风正确认为,金融监管,却刚刚和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推进,导致市场对金融地产的预计比较悲观,这引起了金融地产中,破禁现象比较明显,该机构称,投资者对金融地产不用悲观,当前破禁朝下的金融地产,或存在系统性机会,对比2013年,2008年形式数据,破禁行业大体相同, 对于这种现象,中泰证券分析时好政府认为,这些行业大多属于中资产,PB估值本来就相对比较低,在市场悲观时容易跌破禁资产,当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主要担忧去杠杆效应下对相关行业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担忧, 金融地产和周期性行业首当其冲,不过,今年传媒、电子、通信、食品饮料、休闲服务等偏成长性的行业,也出现了破禁现象, 这与2013年熊市相比,是一个新特征,从市值层面来看,根据WAND数据统计,目前破禁股中100亿元市值以下的公司,达61.24% 其中市值小于50亿元的占率达到32.54%,由于缺乏基本面值,称,中小上市公司在熊市状态下的表现更差,A股增持潮,6月来508家公司股东增持,不过,数百家个股破禁引发了股东的增持潮,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7月9日,自今年6月份以来,共有508家公司的大股东出现增持情况,通过与此前的对比来看,近期,A股上市公司增持,回购数量明显增多,6月份,A股上市公司中共有104家移增持公司股票,相比5月份的24家翻了3倍以上,共有159家回购自身股票, 相比5月增加66%相应的,股东减持频次明显较低,6月A股上市公司中共134家公布尼减持股票公告,相比5月会大幅减少将近一半, 仅6月21日至7月4日,10个交易日,就有149家上市公司被增持,增持股数合近5.9亿亿股,增持市值达51.87亿元增持股份变动以公告中变动及止日为准, 其中37亿亿被增持的股数最多,达4624.04万股,占流通A股比例为3.98% 37亿被增持的市值最多,达6.93亿元,而增持股数占流通A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为周宁科技,增持比例高达5.10% 还有的股东或高管增持比例,触及了5%,这其中包括保鲜鸟,以及博雅生物的股东或高管。 罗牛上刚倡议都得增持,董事长就减持,去年在A股市场出现较多的时空人都得是增持,再度出现。 7月3日,中来股份已回过公司股份1亿到3亿元,公司董事长鼓励内部员工增持公司股票, 承诺兜底,而在此前,华瑞股份6月20日晚间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孙瑞良,提交增持公司股票倡议书,鼓励员工积极买入公司股票。 孙瑞良承诺,翻译至7月11日期间净买入的公司股票,且连续持有12个月以上并在职的员工,孙瑞良将对亏损部分予以全额补偿。 若有股票增值收益,则归员工个人所有。 不过也有公司前脚刚发布到底是增持倡议,只隔一天就发布了董事长秘简持股份的公告。 7月5日,罗牛山发布了关于董事长向全体在职员工发出增持公司股份倡议书的完成公告。 在这6月12月期间,公司集权自下属自公司,控股子公司全体在职员工,通过二级市场进卖入罗牛山股票。 其在12个月后仍持有的公司股票价格,低于增持期间,股票卖入均价并且在职。 公司董事长徐自立先生将以现金形势,对亏损部分予以全额补偿。 不过是隔一天的7月6日,罗牛山又发布了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坚持股份计划的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徐自立,年坚持5190万股,纯粮资管连续举台山东金泰,除了大股东和高管, 一些资本也在越跌越满。 据台上市公司,西藏八转6月22日公告,6月21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杭州阿拉丁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提交的检视权益变动公告书。 杭州阿拉丁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埋入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188,7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6月26日晚间,山东金泰公告宣布,获得杭州纯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纯粮资管再度举牌。 此前今年4月24日晚间,山东金泰公告了纯粮资管的第一次举牌。 当时纯粮资管一类击买入了740.54万股,占总股本的5.0%。 7月6日,山东金泰有公告册,公司股东杭州纯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计划自治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60万股至760万股。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为6元股至15元股,依照二级市场价格则机增持。 纯粮资管的行为吸引了监管层的注意,监管层重点被取了这三个资管计划背后的实际出资人,以及杠杆使用情况。 公告显示,纯粮资管否论这些资金使用了杠杆,被增持的山东金泰2017年实现了2500万元的收入,这一数字不及过去三年年营业收入平均值得2.5%,今年一季度其营业收入也仅为118万。 如今其最新市值为14.44亿,黄光玉的哥哥黄俊勤,为山东金泰的实际控制人,其通过北京新横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车北京新横基,与一致行动人新横基,地产合计持股18.73%,焦点,陆志强等大佬增持自家公司。 近期,很多产业资本开始密集增持,或者回购自家股票,这其中包括泛海、卢志强等大佬。 6月28日晚间,泛海控股发布了公司实控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泛海控股敌实控人卢志强出手增持300万股,复兴旗下的上市公司也获得了股东增持,复兴要近日公告称。 7月4日,复兴高科技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交易系统,一均价降低约39.92元,股的价格增持本公司H股股份共计50000股,增持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695万元。 增持后,复兴高科技占起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38.04%,去美帝集团7月4日晚间公告,美帝集团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决定已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金额不超过40亿人。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产业资本分支说明对当前股价的认可,产业资本对于上市公司的理解应该是比二级市场投资者要多得多,所以产业资本的增持是大盘见地的信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